男子催促男孩快点 男孩很委屈 不得不加快动作 没有懈怠的余地 家里还有弟弟妹妹要照顾 弟弟妹妹在打扫房间 板凳和衣服堆在一起 父母的相继局势 让这些孩子没有了依靠 只有依靠自己 打扫完房间走出家门 三兄妹蹲在岸边往外看 期待着湖面上渔船的出现 渔船一周只出现一两次 渔船的影子一张不出现 也就是说要挨物 三兄妹有些失望 回到家 坐在门前的空地上 孩子们很无助 男孩决定在村子里四处寻找 看看是否有能挣饭吃的工作 说完 他起身离开家 向村子的另一端走去 来到一所房子前 走进去问是否有工作要做 阿姨正好有几件衣服要洗 男孩连钱都没要就答应下来了 阿姨从屋里拿出一堆衣服 放在盆里 男孩最大的烦恼就是吃饭的问题 失去父母的孩子 只能靠自己养活自己 所有的衣服都洗干净 男孩找阿姨要报仇 三根香蕉是洗衣服的报仇 晚上三个兄弟姐妹回到他们的房间 今天 他们只吃了一根香蕉 肚子饿的咕咕咕嚼 第二天 太阳一出来 三兄弟姐妹就出发去湖边 伴随着渔民的启迪声 一艘渔船渐渐靠近岸边 三个兄弟姐妹上前帮忙拿鱼网 渔夫说你们今天来得好早 渔夫和三个兄弟姐妹住在同一个村子里 了解孩子们的情况 叔叔给了孩子们一盆鱼 作为对他们帮助的回报 在岸边生活 煮满一锅木薯面团 孩子们可以饱餐一顿 只有在这边帮大双工作 才能有机会吃上一顿饭 希望他们能早点脱离这样的人生